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经济趋势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哈喽学文早 奉兴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因为学文所选取的这几张图片 我觉得有几张都非常的有意思 刚好对照着你要讲的这几篇的文章 这一期经济学人的Cover Story 特别要来谈的是 中国大陆的新经济模式 对 大家如果看到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在整个怒红的封底前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好像面无表情的熊猫 可是你仔细再一看 你会发现他的两个眼睛 其实是两只圈击手套 而且摩拳插掌 那拳击手套瞄准的是美国地图 那上面有两排黑色的字体 大致写的就是刚才凤星提到的 习近平的新经济 小字则写的是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 那这一次 经济学人这一本杂志 还用了四篇文章 除了封面故事之外 四篇文章在讲这个议题 另外在15页的briefing专文 谈的是习近平怎么把市场机制 跟共产主义的控制权 结合起来重塑整个中国的经济体 那另外在中国板块第一篇 49页 谈的是美国川普最近的一段谈话 让数以百万计的威信的用户 引起了恐慌 那另外还有商业板块第一篇 第55页 谈的是中美商业世界如果脱钩 其实很可能会以令人惊讶的方式 伤害到的是美国企业 那这一篇我们可能会细谈 我们先回到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当然在续论第一篇 第七页 那大标题就是刚才封面上面的 习近平的新经济 小标题写的是 中国的强势领导人 正在塑造一个崭新的 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 文章一开始说到 美国跟中国的对峙 正在危险的升级 在过去一周 白宫宣布了对于抖音 还有微信的禁令 并对香港部分的领导人 实施了制裁 他们甚至派出了一个内阁的成员 访问了台湾 这部分反映了日益加剧 来自竞选的压力 因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是川普竞选活动的一个核心主轴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它不但凸显了美国 鹰派迫切想在所有战线上 压制日益自信的中国 也同时反映了 从贸易战开始 就在支撑川普对中国态度的背后的假设 这个假设就是 我们只要逼迫中国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最后就会现出原型 然后崩溃 这个假设 这个背后假设的逻辑很简单 是的 中国确实已经实现增长 但它只是依靠着不可持续的债务补贴裙带关系 甚至偷取别人的智慧财产 只要持续施加足够的压力 中国的经济就会崩溃 并成功迫使它的领导人做出让步 最后放开它的国家主导的运作体系 正如美国国务卿 麦克蓬佩奥说的 所有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 都必须自力促使中国做出改变 这是美国的逻辑 这整个论述 看似简单 可是金英权认为是错的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远不及预期 它对COVID-19的控制能力比预期还要强 国际货币金组织IMF甚至预测 中国2020年还会实现1%的经济增长 可是美国却是下跌了8% 深圳的股市 今年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股票市场 已经不是纽约 而正如经济学院在briefing专文论述的 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 正在为2020年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改造 他抛弃了曾经的钢铁锻造 还有所谓的配额分配 习近平的新经济议程 是在共产党的严密监控下 使市场和创新能够更好的运转 这已经不是 Mia Friedman的小政府自由主义 这种专制科技和动态调整的残酷组合 估计可以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很多年 低估中国不是一个新现象 尽管西方一直抱持着怀疑态度 但从1995年以来 如果按照市价去计算 中国在全球GDP的份额 早已经从2%上升到了16% 矽谷的相关人士 一直认为中国的科技企业 只是一批模仿者 华尔街的做空者 甚至认为各地无人居住的中国楼房 会带来中国房地产跟银行的崩溃 统计人员还警告 中国的GDP都是造假的 投机者更是警告 中国资本的外套 会引来中国货币贬值的危机 中国对怀疑论者充满了反感 因为他认为 他的国家资本主义 早就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世界形态 例如20年前的重点是贸易 但现在出口只占中国GDP的17% 在2010年代 中国官员给了阿里巴巴和腾讯 这些科技巨头足够的空间来成长 以腾讯为例 他们创建了一个信息传递的应用程序 微信 如今微信已经是共产党赖以控制一切的工具 现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下一个阶段 正在开始启动 他被称为习经济 Cynamics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的政治目标就是加强党的控制力 并压制国内外的异议人士 他的经济议程旨在提高管理和领域 和抵御威胁的能力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从2008年以来 中国的公共和私人债务 已经飙升到了GDP的300% 经营不散的国有企业和狂野的民营企业之间 早已渐行渐远 民营企业虽然具创新性 但也面临着官僚体系和模糊规则的难处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 中国企业还面临着被全球市场拒之门外 并不能获得西方科技的风险 习经济有三个要素可以发现 首先 严格控制的经济周期和债务运转 庞大的财政和贷款 束缚的时代已经过去 银行被迫承认表外活动 并开始建立起缓冲 通过清理既有的债券市场 产生了更多的新贷款 跟政府对2008年到2009年 金融危机的大力疏捆不同 中国政府这一次 在应对COVID-19已经受到限制 中国整个刺激措施 到现在只有GDP的5% 不到美国措施的一半 第二个要素是 效率更高的行政体制 整个中国运作机制 已经在整个经济体铺成完毕 即使习近平利用政党施加的法则 在香港播种了恐惧 但他在中国内地 已经成功建立了商业法治 这让企业的运作更加有序 自从他2012年上来以来 破产和专利的诉讼上升了5倍 繁琐的手续已经讲话 现在你成立一家企业在中国 只需要9天 可预测性的法规 可以使市场更加平稳的运转 从而提高中国的经济生产率 最后一个要素 就是它模糊了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的界限 国有企业被迫提高财务收益 并开放私人投资者投资 同时国家正在通过 民营企业内部的党团组织 对民营企业施加各种战略的控制 一个建设完成的信用系统 甚至可以对行为不当的企业进行处罚 相对于2015年中国发起的中国制造2025 这一类模糊不清的产业政策 习近平把重点放在解决供应链的瓶颈 在这些问题上 中国非常容易受到外国的胁迫 或是在国外运作的时候受到影响 这意味着中国要建立起包括半导体 还有动力电池电动车 在内的关键技术的自给自主 习近平在短期内已经表现良好 在COVID-19爆发之前 中国债务的累计已经放慢 贸易战和疫情的双重打击 没有导致中国的金融危机 国营企业的生产率正在提高 外国投资者正在向新一代的中国科技企业 注入新的资本 然而真正的考验会伴随时间而来 中国希望它以科技为核心的新的中央计划 能够维持住创新 但历史表明分散决策 开放边界 还有自由言论才能够创造神奇的种子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 在妥协之后 美国决定采取对抗的希望 有可能是被误导了 最后一段提到 美国跟他的盟友 必须为一个开放社会 跟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会有更长期的竞争做好准备 压制已经行不通了 它跟苏联不同 中国的庞大经济体已经成型 而且早就跟世界融合一体 相反的 西方需要增强它的外交能力 并赶紧制定新的稳定规则 并展开在某些领域 跟中国的另外一种合作 例如对抗气候变化 或者全球的流行病 并借由商业的继续运转 来加强对人权和国家安全的更好保护 中国这个拥有价值14兆美元的 国有资本主义经济体 它的实力已经不可能突然消失不见 我们是时候摆脱这个幻想面对现实 我们把几个部分厘清楚 第一个经济学人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现在在国际上面 或者在美国冲刺的中国崩溃论 其实那是已经是行不通的了 这个是已经确定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它特别用的是 习近平现在主导的是一个 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坦白说这个名词 它有它内部结构上面的感觉上的矛盾 因为本来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自由市场 对 可是它是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它是一个变形体 可是这个变形体的运作模式 它就会有原本定义上面 大家所理解上面的不同 对 好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那我们具体的来看 它认为中国大陆最近做的对的 跟它认为可能会有问题的地方 它认为它在债务环节上面做得很好 可以这么说吗 好 然后效率提高这件事情 我想它没有说得很明白 但是我光听那个效率 我都会觉得 因为它讲的那个效率 成立公司只要九天 而且是可预测的法规 这在全世界都很难 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东西你知道我们做投资的 做投资难免跟我们投的项目 会有一些法律的诉讼 在台湾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会知道 只要打官司都拖很久 漏漏的没有结果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在大陆 在法庭上商业的一些诉讼 其实它确实速度是很快的 你譬如说我们投了一家企业 我们觉得它有问题 那我们要告它 可是它没有钱 法院非常快就帮我们把它封锁了 然后这个人最后打电话回来给我们 因为它不能坐高铁 它不能坐飞机 它甚至不能去展厅 因为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很严格 是的 所以我觉得法治上面它确实有进步 那更不要说 其实你知道我们在投资 常常会有一些董事要换 股权要换 工商变更 确实已经可预期了 不像以前就是你要等很久 十年前我们第一个基金落地的时候 我真的等了十个月 因为没有结果 但现在真的进步 所以那个可预期是包括了时间的可预期 是的 还有正确的法律的解释的可预期 对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台湾公司的法务说 跟你们同年龄的法律人士 在大陆的成长是非常快的 因为他每天在做的事情都是台湾没有发生的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当然他里面提到了一些自由言论 但最重要的其实是 他已经是大到不可能倒了 所以跟他好好相处 这才是他的重点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然后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我刚刚学文他讲了经济学人的Cover Story 其实学文你特别就有提到说 你非常喜欢这一篇文章 对不对 原因是 对 其实我觉得 现在因为台湾其实大部分的新闻 还在讨论COVID-19 然后我大概这两个月开始 因为反正是隔离在台湾 所以我有叫大陆同事 把大陆的报道查证寄过来给我看 那我就开始花时间看 就我发现其实在 龟兔赛跑 凤心你知道 就是兔子在偷睡觉的时候 其实乌龟继续在跑 我觉得中国在这段时间 其实他还是很大力在推他的经济 大概两个诅咒 一个就是双循环 就是内循环跟外循环 我怎么去互相推动 第二个叫新基建 我们上次谈过 我觉得其实整个的tempo 就是那个叫做momentum 就是那个动力 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强 而且新的政策一套归一套的再出来 这大概是我的感觉 所以搭配这篇文章 我会觉得 其实我们确实不要低估 整个中国的发展 因为我们该在批评他说 他是国家资本主义 可是奉献我们上次在节目中谈过 这次因为纾困 很多国家的政府力量 也慢慢在扩大 没错 他也开始深入到 企业的一些运转里面 如果这个是未来一个趋势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中国好像跑得 反而比别人早了 因为你美国现在开始走 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 你看他对科技产业的一些 处理的模式 他其实就是一个 国家科技主义的一个论调了 对 那如果这个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或者是疫情过后的趋势 那其实中国的铺层 是比你深的 他用科技去做国家资本主义 让企业习惯这种运作模式 也比你早 那是不是在未来的竞争上面 他有可能是跑得比你快的 人类的制度实验 是近两百年的事情 到底什么样子的实验 才是对的 其实我们很难真正下定论 因为人类开始进入这种 用制度来管理人类的 这一种历史 是很短暂的历史 我们现在很难说 哪一种历史 是真的对还是错 但有一些经济要抓住 当那个人本的主义 是要抓住他的 可是在制度设计上面 你要说哪一个制度 就觉得优秀于哪一个制度 我都会觉得言之过早 如果你去看的是 一万年的人类历史的话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你特别挑了 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 谈疫情重建的正确方式 对 这一篇社论 我觉得如果搭配该那篇文章 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 疫情过后 其实各国政治 或者经济模式的走法 它的标题写的是 疫情过后重建的一个正确方式 小标题写的是 困难决策 虽然现在我们绝对不能拖延 但各国政府还是要小心翼翼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内容 文章一开始它说 为了阻止COVID-19的扩散和传染 世界各地的企业的停摆 已经导致了企业收入的下降 而政府的支持计划 无论是临时性的纾困 还是贷款的担保 或甚至是就业的补贴 确实让一些企业 免受了风暴的袭击 但许多企业正在迅速接近一个股东管理层和员工都必须要分担和面对的一个关键时刻 一个明智的企业领导不应该回避这些艰难的决定 反而应该谨慎行事并确保他们不会被认为是在利用这个危机 航空企业是这个危机的最糟糕的受害者 它可以为其他的产业提供明确的警示 德国的航空公司汉沙航空 发布了截至六月底的最近三个月 他们已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 这个集团的CEO表示 尽管企业他们公司接受了高达91欧元的救助 这个公司仍必须被迫进行大规模的成本削减 与此同时 英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准备发起 对该公司削减一万两千个工作岗位 还有机组人员的抗议活动 国际航空产业是这个危机最早的受害者 即使经济有可能恢复 它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恢复正常运作的领域 但其他产业也不要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们仍然躲不过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减少 以及高企的债务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现实 对冲基金Bridgewater就估计 企业收入的缺口将在2021年底之前 达到15到20亿美元的规模 管理阶层绝不可以过度情绪化 不能及早做出困难的决定 将导致更大的灾难 并带来更大的痛苦 财源和减薪确实是个灾难 但它可以帮忙阻止所有企业的集体崩溃 否则随后只会导致更多的工作和收入的损失 一个明确关注哪些业务具有长期的前景 以及哪些业务需要尽快缩减 是所有企业在收入即将之余 保证能够继续生存的唯一方式 所有的痛苦必须共同分担 管理阶层不应该在自己赚取巨额薪资 并通过分红或回购去捍卫投资者口袋的同时 要求员工毫无怨言的离子 尽管英国航空公司IAG的CEO自己进行了减薪 但会与英行职员发生纠纷 很大原因是因为 人们对它采取的激进解雇威胁产生了愤怒 这已经被视为一种试图削减员工工资 并想要长期剥削员工的企图 英国政府已经公开警告 英国航空在裁员时 必须承担其该有的社会责任 处理不当的企业重组 将会迫使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 以及更强势的劳工保护 许多企业现在正依靠着整个社会的大力支持 才能度过这个世纪瘟疫的肆虐 如果人们发现企业仍然只把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 同时还在保护着管理层的高薪 却不愿意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员工 那么情势发展会让人们发现 虽然亏损已经由整体社会承担 但利润却仍然被某些人攫取了 这个不良印象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早已经对了银行还有商业世界造成的打击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积极重建难以避免 企业在收入下降和债务水平上升之际 更应该要选择你要么积极更主动的开源 要么更通过破产法庭 或与股东和债权人重新谈判 来减少更巨大的损失 只有那些及早面对现实 并以正确方式进行重建的企业 才有可能在疫情过后继续生存下来 听起来感觉有一点凄凉 因为他其实只是告诉所有的企业 要聪明的裁员跟减薪 我看到的论点是这样 跟奉行讲的其实有一点类似 就是说这一次很多企业能够get through 是靠社会的纾困 纾困其实就是社会大家支持你的 那你反过来继续生存的时候 你不能又回到原始说 这个公司是我的 这公司是股东的 是因为我才生存下来 不行 你要把它分享 你要知道是大家帮你度过的 所以你也要废耳地对待你的员工 好 这个但无论如何 不管是多么公平地对待员工 基本上就是要去面对有一些工作职位 可能会永久消失这件事情 那对我们所有的一般人来讲 我们也必须去面对 我们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的价值是未来会增长的 还是会永久消失的 我觉得这篇文章跟待会经济学的那篇文章可以呼应 其实它是在提醒所有企业 你不要以为everything is fine 没有everything is fine 你早晚要面对现实 那个现实就是你的企业 其实债务一定会增加 你的收入一定会减少 我们就来进入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内容吗 对 好 有七篇嘛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我们该提到封面故事相关的 其实就有三篇嘛 那另外在中国版块有三篇 那我们今天先要细谈的是商业版块跟财经版块 那我们要谈的是商业版块第一篇第55页 它的大标题写的就很有趣 叫The Great Decoupling 大力的脱钩 小标题写的是 川普希望一个美中商业世界的脱离 那把中国跟美国的商业世界拉开 其实会伤害每个人 所以金银权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 就是说不能脱钩的 对脱钩其实大家都会受伤 文章一开始他说 川普就任期间 经常在做着 经常在做着评级中国的事情 只有偶尔会称赞一下习近平 这种口是心非的两手做法 已经是他执政的一个特征 由他的贸易代表 Rob Leiser和国务卿 Mike Pompeo为代表的对华银派 更已经把鸽派的影响力完全压制下去 譬如说过去 鸽派很有名的代表人物 就是他们财政部长 叫Steven Murchin 他曾经试图防止两大巨头之间的破裂 两国的企业和投资者 也都密切观察当时的情势的发展 但是在过去18个月 我们可以说 鸚派势力完全占据上风 现在他们开始指责中国 传播的导致美国跟全球 陷入衰退的COVID-19病毒 并从而削弱了川普在11月当选的机会 现在看起来这个做法已经有了效果 川普在8月6号 发布了两个令人震惊的行政命令 给予美国企业45天时间 解除所有跟抖音的商业关系 抖音其实是一款受美国年轻人欢迎的视频APP 另外还包括跟中国的社交和支服的超级英雄威信 要断绝关系 这是一个让世界华人 可以跟他的家人进行交流的社交媒体 而在前一天 蓬佩尔还宣布了一个所谓干净网络的政策 以保护美国的电信基础措施 还有服务 免受中国共产党的侵扰 这会扩大到包括移动营运商在内的其他中国企业 美国曾经试图削弱中国的电信设备巨头华为 为了应对香港的新国安法 川普也剥夺了香港在移民和贸易方面的特殊地位 隶属川普的工作小组已经宣布 想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中国企业必须让美国监管机构 拥有不受限制的查核权 所有这些都标示着美中经济战的升级 它的后果可能非常巨大 德意志银行就估计 在华损失的收入 将工厂迁出中国的费用 以及遵守美中科技圈的不同标准 可能会让全球科技企业 在未来五年损失3.5兆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会落到美国的企业身上 可是现在问题是 事情到底会变得多糟 这一切很容易被当成选前的作秀 但言论常常最后会发生现实的后果 而且在某些方面 川普已经超越单纯的做做样子 就算拜登11月赢的大选 美国许多的反华行动也可能很难消失 其业界的人士认为 过去两年 美中商业关系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如果把两个经济体进一步的硬率开 他这个强硬计划如果得逞 那中国企业当然会受到伤害 一名大陆科技企业家就说 他的美国合作伙伴 现在仍然愿意跟他做生意 但他认为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事业 是完全安全的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不安全 但是经济学人要特别强调的是 全世界都不安全 你想想到昨天的那个禁令 韩国就跌了2.5%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学文刚刚这个 在经济学人这一篇里头谈到 中美之间的大力脱钩这件事情呢 当然现在看起来 川普已经超过了那一个 只是说说罢了 可能就算选完不管谁当选 都必须被迫要玩真的 因为你的言语已经使得整个的国家社会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所以那个大力脱钩 可能会走得非常的远 好那当然它其实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一个在中国大陆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的企业当然受伤 可是接下来呢 对事实上啊 现在已经看到流入美国的中国投资 已经开始减少 但中国企业不会是唯一的受害者 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更强劲 而且不断增长的业务 尽管贸易紧张 去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实际是增加的 在疫情发生之前 Nike在中国的体育用品销售 已经连续22个季度 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而GM在华销售的汽车 已经超过了在美国销售的数量 据估测 Tesla明年有可能会以 25%到40%的电动汽车 会在中国生产 然后有一个咨询机构的一个分析师 叫Arthur Kobyger 他就说 美国企业在华 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资产 每年的在华销售 大概是5000亿美元 代表美国大企业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进行的一个新调查就显示 跟2019年相比 如今更多的美国企业 认为中国是首要的战略重点 或排在前五名的重点区域 目前为止 很少人 很少人有计划 从中国撤制 那换句话说 美国企业的重大利益 正命悬一线 APCO这个顾问公司的一个分析师 叫James McGregor 他就说 美国有可能把市场正拱手 让给欧洲 或者是韩国跟日本的竞争对手 华尔街将受到 推动中国企业退市的挤压 今年以来 美国的银行在帮助中国企业 进行IPO 还有后续的股票销售 其实获利了4.14亿美元 同比增加了25% 脱钩的最大受害者 将是美国科技巨头 其中许多严重依赖 中国的市场需求 跟相关的供应商 在电子元件 互联网软体 半导体这些行业 中国占据了 全球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一个从美国一家 大型化工企业高管 谈及的所谓New Trouble 这个论述中 或许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苗头 这个人说 中国一直是他们公司 一个很棒的市场 当地的中央和各级政府 一直都给予这个美国企业 很好的政策支持 但如今 中国本土竞争对手 开始在向他的中国客户 提出质疑 这个质疑就是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还愿意去买 美国企业的产品 是的 为什么 所有东西都可能在变化 好 其实 这个质疑在台湾也有 没错 你现在为什么 还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没错 就是一个没有宣战的敌人 对 接下来这一篇 你要特别谈的是 对 最近几年 如果你有资金 是在外商银行 或者私人银行 一定会常听到这个字 CRS 对 他主要谈的是这篇文章 那为什么也放在中国板块 因为他把 因为其实川普在骂中国的过程里面 很多就是说 他们在偷数据 其实这一次的CRS 经济学人认为 他才是数据的大漏洞 可是CRS不是美国吹动的吗 没错 所以他才说 你美国在喊的东西 其实你美国才是偷数据的专家 哇 经济学人把美国骂那么凶啊 嗯 所以标题就叫 Hands off Uncle Sam 放手吧 美国 三母大叔 小标题写的是 个人财务数据 应不应该让外国税务机关共享 其实中国不是唯一一个 有争议的数据接受国 抗议人士认为 现行法规过度在乎透明 而不是在乎保护隐私 我们来看看文章内容 文章一开始说 基于担心美国人民的个人数据 被传递给了中国政府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持续打击 确实会让某些人 脸上露出带着担忧的笑容 尤其是那些多年来 以类似论点 试图制止各国政府 把个人的财务数据 传递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抗议人士 事实上 他们发起的反对 把各国税收数据 互相传输的法律挑战 迄今 收效甚微 但是欧洲最高法院 ECJ 最近的一个裁决 可能正在翻转 这一个点 对逃税的战争 发起于2010年 当时美国通过了一个所谓 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规 叫FATCA 我们称之为肥咖条款 肥咖条款 以应对涉及富裕的美国人 把没有申报的资金 藏匿在海外的处理 这个法律要求 其他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必须向美国的国税局 交换有关美国公民账户的数据 对 而肥咖条款涵盖的范围 涉及全球 在受OECD监督的通用报告标准 CRS的监督之下 全球超过100个地区 交换了他所属金融机构的 外国客户的所有数据 除了逃税者 没有人敢抱怨这个事 但事实证明 这个人数不少 批评人士说 广泛的安排有利于透明度 而不是隐私和数据的保护 他们指出 所谓的转移支付 并不只是针对逃税的迹象 所有的账户持有人 都遭受同等的怀疑对待 欧洲人一向重视饮食 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法规 叫GDPR 是欧盟最珍贵的法律之一 尽管有很多忧虑 但各国政府对 肥咖条款的抵抗很少 他们中的一些人担心 似乎担心自己在应对 避税上能力不足 其他人根本没有跟金融 超级大国美国抗争的兴趣 英国 加拿大 法国和其他地区 已经对肥他条款 还有CRS的数据交换 提出了法律上的挑战 但他们都失败了 一个仍然不愿意放弃的人 名字叫杰尼 杰尼现在很有名 他是一个住在英国的 化米美国人 他针对这个案子发起了众筹 他向英国的数据保护当局诉讼 挑战了税务员 把信息发到美国的权利 他认为这样做违反了 GDPR欧盟的规定 尽管他们接受的税务机关 确实违反了某些GDPR的指控 但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不是欧洲唯一抵制该问题的机构 这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 他们不想搭动干戈 代表杰尼的律师事务所 叫McConson-Daraya 的律师叫Philip 表达了看法 但欧盟委员会还是采取了措施 在对肥咖条款的数据含义 提出担忧之后 他又把自己和这个议题切割了开来 甚至声称自己并没有参与和美国的谈判 尽管经济学人早就看过的文件 欧盟说谎 嗯 杰尼必须在8月29号之前 对这个案子寻求再一次的司法审查 尽管资金短缺 他还是会继续前进 这个案子可能会在欧洲法院结案 但他能在12月31之前抵达英国 因为英国脱欧就在那个时候 欧洲法院已经在两起设计 一名奥地利人的诉讼中 支持数据隐私权主义者 其中一名奥地利人 奥地利人抱怨 Facebook把他的数据送到美国 在7月份的第二个案例裁决中 法院越过的社交媒体 在管理跨大西洋数据传输的 隐私权中打通了一个漏洞 他裁定这个安排是无效的 因为他并没有充分防范数据 落入美国国家安全局之手 那他们认为 这项判决也可能会成为 肥咖条款的一个游戏改变者 文章就有一段提到 同时隐私并不是唯一的担忧 安全是另外一个 加拿大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税务机关 都在网路供给中被窃取了数据 2019年 这些国家和地区 交换了大约8100万个账户的数据 覆盖金额超过了10兆欧元 几乎是德国GDP的三倍 这对逃税者来说 是一个痛苦的毒药 但对骇客来说 却是快乐的恩赐 有道理 这件事情听起来影响还蛮 他今天分两部分 你刚刚提到的是 欧洲法院其实根据 欧洲他们的隐私权保护法 这个GDPR 他其实已经判决了 就是奥地利的这一个人 他指控脸书把他的资料 送到美国这件事情 他去控诉他成立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因为这件事情 他的理由是说 你没有办法阻止脸书 因为脸书没有做好 所有的相关的准备 因为脸书的资料 有可能被美国国安单位所取得 没错 那这个指控不是很严重吗 对啊 那这指控在全欧洲 如果都适用的话 脸书的生存也可能会受影响啊 对 所以他还说这个案例 有可能是整个游戏规则的 一个改变者 那更不要讲说 肥卡条款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社群媒体这件事情 是我们自己愿意加入 或不加入 可是在肥卡条款 或者是这个全球版的CRS 全球版的肥卡条款里头 是无论如何 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 我的金融资料都必须要送到美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 对啊 嗯好 那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 没有人care 对啊 没有讨论 没有人讨论 对啊 可是在欧洲 听起来在欧洲跟英国 你刚刚讲说 Janice非常有名 其实是因为在英国很有名 对不对 没错 在欧洲 他们就觉得 这个隐私权的保护 非常的重要 可是 嗯好 OK 就反正资料 送回中国大陆是最大恶解 但送到美国去 在台湾几乎是没有人 好好地思考这件事情了 嗯 好 就欢迎了 谢谢大家